应该寻取 你一件事就讲那么多道理出来 我都没 我都只想问好不好而已 四个态度 态度还有公关 不要忘了 因为他是人力银行的公关总监 所以成掉猛男的失业力 也要保障就业的 是是是 那交友要是要盗窃 还有要请问他们 如果他们碰到如何自主 是抱头鼠章还是都在那边看 三位都是过年什么尾牙秀 红文珠女士看火辣门男秀 昨天晚上 民进党发言的康玉成女士说 晚上2002年在参加朋友生日聚会 红氏受邀来宾之一 对聚会的活动安排事前并不知情 这是一个 当然关键苏家全后全本来的 他今天早上 我有看到好像大概10点左右现场 我有听到了 参加门男秀不符合社会期待 向社会表达歉意 其实就没有违法是 我来问的是社会观瞻 毕竟县长夫人还有副政事务所主任 公务员其实的确不妥当 关键怎么看 其实我先回应起身两点 我们并没有打击第三性公关或是猛男 我们打击的是夫人嘛 尤其他是公务员过去做过拟警 那过去是县长夫人 然后现在是被放在一个 第一夫人的天秘上来比较 第二个他本来就不是法律问题 这本来就是社会观感的问题 其实我看这个新闻我是蛮震惊的 我觉得这是观感问题或是说连带 这个讲到这个苏家权 因为某种程度夫人有些场合 是带这个丈夫去的 那为什么会震惊是因为 我过去写官夫人的书你知道 官夫人俱乐部 纵使有那个什么OP club 那私人联姻性质的 他们会借用一个场地 顶多在里面各出节目 比如说那个陈朝倩 因为他是广东人 他唱那个小李飞刀 陈万水学好波波 那个讲话模仿秀 然后大家吃吃自助餐而已 以前不是大家印象中合唱团插话 我不是说 完全是复联会style 那个东西是值得鼓励的 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 有任何一个官夫人这么劲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的身份 我觉得跟明代 又要区隔开来 那当时候 他会躲在一位男性的后面 他显然第一个没有预期 躲在男性后面他也觉得怪怪的 可是当场他没有走人 其实应该是走人的 我觉得这不会有后续的效应 那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他再放在 副总统夫人这个天秤上来比的话 历任的那个副总统夫人 刘七春女士 严家干先生的这个夫人 在家打毛衣 照顾小孩 非常平民 然后呢 其他我们就说方雨过去 被批评的很厉害 不过就是 他喜欢带一些这种手势而已 那我比来比去 我今天也问了很多人 其他国家的这个夫人吗 我觉得大概只有撒克奇的夫人 可是他是前一段夫人 或是他单身的时候 他的出生背景 或是他的那个 在法国那个文化里面 比较不一样 可是他做了第一夫人 应该有第一夫人奋计 那再一个观点就是说 如果先前洪恒珠 完全是大家 没有讨论的 那也就罢了 可是他雪上加霜的原因 就是说先前浓舍风波 包括铁皮屋风波 包括他的那个 被抢劫的那个风波 包括他自己升官的这些风波 那再加上这个事件的话 我觉得那的确会打击到这个 苏嘉雄或蔡英文 民进党的这个选情 他们昨天不是第二时间道歉 他们第一时间道歉了 李涛那个节目做到 9点到11点 他们先发出简讯 第二天一大早就开记者会了 他们也是针对社会观感表达意见 代表说这个事件 有经验了 有道歉的经验了 而且认为这个事情 会影响民进党选情的 刚刚刚讲到沙科齐夫人 在大约一个月前 我有主持的节目 我特别说沙科齐夫人生女孩子了 我就问这个旁边的郑神 郑神怎么回答 爸爸是谁你看 很尴尬 你看还被怀疑 朋友们记得这件事情 他说爸爸是谁 我讲这个有时很尴尬 其实有时候我们开会 比如到赌城Las Vegas开会 你白天开会很忙了 晚上他可能主办会邀请人去看 其实Las Vegas还好 还不是猛蓝秀 他基本上是比较 他有点介意这个色情 跟表演之间的 因为上空秀 结果大家去 其实还是有点尴尬 结果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说 他是医生说 你什么感想 他怎么回答 他说上面有三个人 太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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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三个人跟过毛巢 化干戈为玉博 这个专业 太专业 太专业 这样用这个笑话 大家都不会尴尬 笑一笑就好了 三位都是做过公职 也有先任公职了 干拖啦 牛肉厂啦 也没有牛肉厂 就是尾牙燕嘛 你们怎么面对 我们很好奇怎么办 其实应该不应该先问我们 因为刚才我还在跟郭委员讲啊 他就说哎你们的选区 你有没有洪威你有没有碰到过 还有我就说 我们的选区我要抱怨一下 没有给我们有这种福利 因为我是 台北市中山新型选区 我们也有夜市 也有这个尾牙 对不起 因为我必须要说实话 或者是我当民意代表时间不够久 我没有碰到过 那其实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因为洪亨书 他是参加朋友的一个生日party 然后那我也相信 其实我也相信他可能之前不知道 有这样的猛男秀 所以我觉得 当我们去检验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一直到那个片子出来 还有那个今天 也那个苹果日报把它做成头版头 那这边还有的打马赛克 苹果日报是没有打马赛克的 就是他那个 那个猛男穿着这个钉字裤 那个非常的清楚啊 还有怎么样去磨蹭 那个在现场的女宾客 那我觉得可能重要的问题就是说 在这个现场 因为这个影片秀得非常清楚 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说 什么交友不慎 因为对不起 因为现在很多人玩脸书 对不对 脸书最近连他的创办人的家 家居上全部 因为他事实上 他的隐私权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被保护的 所以其实公众人物 民意代表或者你身为政治人物的另外一半 当你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被解决就是他现场 因为刚才我看到那个记者帮他讲说 这红横珠在现场笑的花枝乱战 然后我们感觉他也很high的感觉 他没有要没有任何要回避或者要走人的意思 至少我从影片来看的话 感觉他蛮enjoy的而且蛮high的 所以这就会大家就会去讨论说 那显然他参加一个朋友的宴会 而洪狠说我觉得这个影片的杀伤力是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的争议太多 就是说他的姐妹涛 或者他参加他的贵妇团 姐妹涛的这个生日宴会 那恐怕他的姐妹涛 或许是大家会说 不是炒农地的啦 炒地皮的啦 就是说会去办party 然后找猛男秀 他是这样的一个交流圈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怀疑的是 作为一个县长夫人 虽然这个大概是2002 大概八年前的 所以他在公务人员上面 他没有违法的问题 但是这个是有观瞻的问题 而且他那个时候是县长夫人 而且是护政事务所的主任 那我跟各位报告 大概在十几二十年 那时候护警是一家的 那个护政事务所主任 基本上是要警察才能担任 但是后来这个护警分家了 那大家也解除戒严 他的角色就没有那么敏感 所以我也相信 这就是为什么苏家全 在短短的这个十二个小时内 立刻要道歉 我们现在感觉 礼拜四周四道歉日 你不感觉 因为要辩论嘛 因为一到要辩论的时候 大家赶快清理战场 该道歉的就道歉 那十二月十号还有什么呢 就是三只小猪要回娘家 那对于民进党来讲 我不晓得 立刻十二个小时之内道歉 能不能对他的选情 或者大家对他的质疑直选 但是今天就有人跟我讲说 哎呀太有趣了 这个十二月十号 三只小猪回娘家 现在再加一只小猪 红横猪 一起送给蔡英文 所以这个还是要处理的啦 其实哦 我要是民进党的党中央 那很尴尬 很难评嘛 也真的很难评 这一定要自己讲 所以你不讲 所以你 所以他自己出来讲 所以你要推给苏佳琴 不不你一定要问他一下 他有没有碰到 他有没有碰到这个猛男秀 或者是脱衣秀 你怎么处理 你说我啊 对啊对啊 你不会跳下去吧 我们那个 我以前选台北市南区 大鹏跟旺华是一定碰到的 对嘛 大鹏区在延山 延民北路三段 那个是公认的 而且后来比较熟了 就知道是八点半以后开始 所以你就有预期嘛 所以就要早一点去 那早一点离开这样 商业的场合嘛 不就是尾牙啦 尾牙 那他们那天就早一点开始 比如六点半就开始吃了 那大家就吃很快嘛 那后面就尾场 那是真的脱光了 那可是他这个场合 那警察不管啊 那个就是全年就只有一天 而且就只有差不多四十分钟 那大家就习惯了 习惯了 那民意代表都知道 所以都会提前去 提前离开 其实这个 因为他那个还不算不良场所 因为那个是一个私人聚会 不过他 这个我本来看到我吓一跳 我昨天看到说 这个如果是副总统之后才发生 那大概就 那就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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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较奇特的是 就是他从头到尾 他面对镜头居然也无所谓 因为一般人会有忌讳 如果有人在拍 所以显然他是被朋友出卖 刚刚喜生兄讲的 自己人 一定是自己人 就是说这个是大家留下来 是私人纪念的 怎么选举的时候 就拿出来给你的对手 这个是 他一定是死了未及 不过说实在 从龙社到现在 你可以看到跑场 几乎没看过红痕珠 表示其实 他自己也有所借据了 那不过这个都是过去发生的 过去发生了 那辉文刚刚讲的 其实我也同意了 就是这个对比性 确实会影响选情 那这个东西就变成是 民进党怎么去戒犯他的角色 那毕竟他是副手 因为吴淑珍之所以 可以有很多权利 是因为他是总统夫人 那副手 那可是还是要出来戒犯 说实在 还是要出来说明 其实最尴尬者莫过于 这个苏嘉贤先生本人 这在蔡主席 其实很尴尬 你不知道怎么办 包括他还 为什么桌下 把红文珠跟另外一个男士 跳舞一支同波 其实那个那是很奇怪的 那我想那一天 场子看出来 把那天可能喝酒 也喝多了 你看每个人害 不喝酒 不会这样子 可能是喝红酒喝多了 当然那我想起这个 英国政坛一句话 引以为戒 千万不要在晚餐里面 放太多肾上腺素 大家知道厉害了 好 我来请教雷倩 雷倩等一下要先做祷告吗 等一下我来讨论 我们下午两人 那我们下午四人 我们下午四人 我们下午三人